这个大道的叶子有着一串串的球花 这种植物就是通草 不过通草不是草 而是五家科的灌木 之所以又称为通托木 是因为通草最有价值的地方 是在通草通托出来的白色随心 我要接到了 我今天接到两只 一坚硬的竹子插入一节通草木当中 用力的将通草芯通托出来 就可以看见纯白无污染的通草芯 经过天然干燥后 就可以像画面中的潦草作业 用刀切片将通草芯做成通草纸 这个车芯 这个就是车芯 很厚 这个是很厚 这样就叫做合一变 在2200年前 秦始皇时代 就有这种通草 消纸作花 所以这个是千年工艺 千年工艺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掉 我在四年前就是平时这个理念 说我不能让它断掉 我不要它在这一代 不能在我们的手上断掉 通草芯可以制成纸花工艺 这种工艺文化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桌上这些琳琅满目的工艺作品 这是通草工艺最佳见证 过去没有塑胶玩具的时代 通草芯还能制成各种玩具和劳作 现在正大力推展通草生产 生活与生态链的张秀美 希望通草产业能够有附属的机会 文化的传承不是像我们过去 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商品 然后卖出去 然后拿到的人也不懂得珍惜 如果我们把这些完整的故事 告诉我们的来参与的民众 然后他就会珍惜这种东西 张秀美老师的母亲 多年来从事通草的加工生产 日治时代 通草是台湾很重要的出口产物 随着纸张的方便 通草纸就渐渐被遗忘 这群朋友正努力的在台湾各个村落 寻找适合通草生长的地区 催生种植 并且大力的推动通草的运用 希望能够继续传承古人 这项难得的智慧 而我们看见通草 正由一群热爱传统工艺 与台湾这片土地的人们争识着 这当中有一位很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梁桂梅 梁桂梅是老师 也是一位学生 她以65岁的年龄 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华大学研究所 希望为台湾的环境美学 与环境教育尽最大的力量 从艺术里面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串联起来 然后也重视它 然后走向国际 我想它一步一步来吧 虽然在别人眼里是很 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一步一脚印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带动大家 二十多年来 梁桂梅在解说山林环境 和带队讲授生态保育推广的工作上 相当尽心尽力 但是她发现 真正有力量传承的人 多半是拥有许多资源的朋友 像是这群来自台北的福伦社社友 基于爱护偏乡小学 而和梁桂梅结缘 借此机会 梁桂梅努力为这群朋友 推销台湾土地的美好 希望大家更认识 值得保存的生态环境 我们在办这个活动 怎么样去扰动大家 除了大家的认识 对它过去利用的价值 因为第一个有文化的价值 然后它在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 在地的一个产物 那在未来我们期许它 是不是除了它这刺造花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在其他的 自然的建材的素材上面 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我想 最想要做的这个部分 梁桂梅说 一个人的力量 虽然薄弱 但是起心动念一起 往往就会像大自然的种子一样 可以开枝散叶 像它一边读研究所 一边以山林为师 还一群朋友 努力地复兴通草纸的工艺产业 梁桂梅的毅力和热忱 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我们是亲爱的 我们被困惑的生物 有爱你之心 太年轻人了 没什么东西 分开枪论